作词 中文字幕访者 李宗盛 田园 yesterday 任睦唤醒 海底静雨的沉水 影响星河 在我蓝色的星寒停泊 远方的是个藏进漩涡 小雨泪中会化作泡沫 想念的云随着风侵落 我依然记得 情在天高海阔 初灯火一起看日落 谁的梦又不曾美离过 我何曾失火 情在白雪梦境 头灯火 梦又谁经过 人生不过如烟 亦如火 我依然是我 胡先生 我向你保证 你在我这儿买的每一件饰品都是我师傅原创 绝不是抄袭 你的网店都被关了 还不是因为抄袭 快点把定金退给我 不然明天我就带人上门药 快点 老板 房租呢 说好的金钱交 什么时候打给我 哥 再快线我一周行吗 又一周 你这得拖多久了 你看我这最近 生意实在是不好 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之前那个租户审券 还是个学生 别读书别挣钱 也难得很呢 但没欠过我一天房租 我看你啊不是没钱 就是脸皮厚 你再说一遍 你狠什么狠啊 你你吞陷房租还 还有理了 我滚 滚 行 刘忠你别出来 你明日给我找人换组啊 李雨晶 学姐 我正想着给你打电话呢 这下巧了 怎么了 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 给韩教授翻译一些东西啊 翻译 韩教授是我们系主人 上次营销大赛 夸你的那位评委就是他 这次他有个课题 需要翻译一些国外经典营销案例 就让我找几个英文好的同学 一起做 学姐 可是我没系统地学过营销理论 像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 是不是找你们系的 这颗世界比较好啊 是啊 但你不一样 上次比赛 你PK掉的可都是我们专业的大牛 况且 我听说你英语莫迪考试 全院第一 我实在想不出 你有什么不能胜任的 行 那我试试 这才对嘛 我相信你可以的 嗯 喂 好 我知道了 审券那边是不是出事了 刚刚学生会收到一封告知函 说你们上次办展的 那位艺术家陆庆和涉嫌抄袭 要求我们删掉相关文章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学姐 你能把那个告知函发我一下吗 好 嗯 喂 出什么事了呀 我听学生会说收到通知 说舅舅抄袭 我也真想找你 这个事有点急事我 我想找你哥哥帮个忙 那我们学校门口见 我去找你 就目前这个情况而言 对方申请了 那专利所有权确实真是有效 他第一次找我 就跟我说要进军国内市场 他今天就跟我强调给我两天的时间 我就很担心 他们很快会在国内上市那个所谓的 汉海纸 那这样吧 你们两个先回去找证据 一有线索立马告诉我 嗯 这么多文件你们找进货单 这不大海捞声吗 是不是这个呀 这冠签信息都没了呀 这咋走啊 这个订单是四月十九号之前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联系上这个周航 事情就能解决 周航 俊颜 你对这人有个印象吗 我那段时间都背上比赛 没有时间回音时间 我背上你去啊 哦 来 周航什么事 你记不记得 舅舅有个客户叫周航 你问这个干什么 他买了一套银河飞鸟 时间在冯丽和舅舅见面之前 找到他 就能证明舅舅的清白 我没印象了 我记得这里看 看什么呢 舅舅的邮箱不是找不到交易记录吗 我就网上到处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银河飞鸟 怎么了 没啥 我就是在想 看鸟一般不都是在白天吗 而且很多艺术作品里 鸟都是跟蓝天白云相结合 为什么舅舅会把他跟银河结合在一起 其实这套设计 跟我和聂心河有关 我和聂心河年龄相仿 那个时候 关系还不错 自从我去学宿舍以后 他就不高兴了 处处跟我论言论语 但那个时候 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 因此 还跟他大吵过几下 现在想想 也是因为我训练太忙了 没有时间会议事点 舅舅很失落 所以舅舅设计银河飞鸟 就是希望我们重归于好 好好相处 所以这个飞鸟代表的是倦鸟 银河代表的是星河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周航也不是他的本名呢 就只是一种异象或者联想 其实是笔名或者网名 有着可能 舅舅身前金城光的几个论坛 也有网友下来 可能这个人就屈容真语 找找 真语 贱纸 不好了 我之前加入了个营销群 然后里边发了个通稿任务 就是你说的那个利峰珠宝 他们要为自己的产品 在国内发售造势 第一波就是炒作清河银飞 抄袭他们那事 发布时间就在明天下午两天 这些人明显就是有备而来 就是要霸占舅舅的设计 毁了他的名手 咱们得在发通稿之前 解决这个事情 不然就算联系到了中行 也无济于事了 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 再找着我 行 多休会儿吧 喝点饮料 起立审 你们看这个 看这个拍摄角度 像是周航在自家门口拍的 他会不会救助这门牌号对面啊 他网页资料显示他是宠明人 宠明 真的有花园街三十八号这个地方 终于找到他的老巢了 时间紧迫 那我先去宠明 我跟你一块去 好 你们先回去吧 有什么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那有什么问题 给我们打电话 好 我还要去哪儿 让我们叫他 是哪儿 我们在调整 Ten目的 我们在调整 你现在就在调整 你就是在调整 我带到你 我带到你 家里没人 会不会人家不住这儿啊 要不问问周围邻居 我找到周行了 已经从他那拿到了证明资料 你来饮食店一趟 列星河跟我说 他找到周行了 让我们回去趟饮食店 他之前不是说 没听过这个人吗 不管怎么样 先回去再说吧 嗯 跟你通过电话之后 我把你师父当时给我发的 邮件和手稿都整理出来了 全在这儿 你看一下 真的太谢谢你了 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用跟我喝钱 真是天都英才啊 我 popped了 我把你买了 我给你买了穷苓膏 不 light 我给你买了穷苓膏 你在做什么呀 做得越来越好了 还有天赋吗 我本来像 课好再送给你 那你愿意以后 跟着我一起学银饰吗 你叫星河 这碗天星河 正好送给你 以后 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我可以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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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事的 你修好 你修好 我修好 疯了 你修好 我修好 你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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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张先生呢 好 周航找到了 本名叫徐宁 老板证据也发给你了 你看一下能不能派上用场 那接下来的就拜托你了 好 再见 你难道不好奇 我是怎么在你之前 找到周航的 我确实有很多问题 为什么你找到周航哥跟我说 为什么周航那里有邮件的存在 但是就怎么样 你究竟做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没错 师傅的邮件就是我删的 但你肯定猜不到我删她的原因 五月五号 师傅本来不用出门 喂 周航吗 这里是清禾银市 你定制的银河飞鸟已经制作好了 我师傅让我给你确认一下 送货的地址还有时间 哦 我这边的地址是 崇明市花园街二十九号 至于送货时间得八号以后了 明天开始我要去外地出差 八号才回来 好的 κ 忘 triggered 第二个 overs货 小心 儿 货 请 师父 我跟周航联系上了 他订得五月五号送货上门 好 到时候我去送货 我不想让他去看你比赛 所以我就骗他 说是周航指定让他在那天 去崇明送银河飞鸟 他就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 无论他有多么重要的事情 只要你需要 他就会放下一切第一时间赶到你身边 所以我只能把他支走 让他走得远远的 让他没有办法赶回来看你比赛 要不是你撒了这个祸 舅舅也不会着急赶回来 也不会出车 不 其实那天去的路上 师父就已经跟周航通过电话了 他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我撒了祸 可能还是去了 就因为他想给我买炒面糕 他 那天早上他点电话过来说要给我送货 我跟他说 我跟你徒弟说过了八号之后 我再来就可以 他说他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 还问我哪块重银河做的好吃 他跟我说他小徒弟特别喜欢吃重银河 我估计是买给你的吧 就因为那一块可 可笑的重银河 最爱你的舅舅 明知道我骗了他 可他还是为了我去买炒面糕 你说 他是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啊 别走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失望了 心痛了 知不知道他是为了我去冲你 他是为了我 天星啊 我知道你想让我打你 让你心安一点 但是我不会这样做 我不会让你倒车 我不会让你倒车 那你不想让我打你 他就要打你了 我一定会让你倒是 我还是不想让你倒是 我怕你倒是 我怕你倒是 你倒是 你倒是 我 我没事 我们赶紧走吧 你哥还在等我吗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从周航那儿完成了取证 咱们现有的证据非常充分 足以让冯丽撤销东港 明天我约好了冯丽的律师谈判 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参加 想想有什么条件或者诉求 我会尽量让对方满足 我只想把属于我舅舅的权利 给你拿回来 周航把他跟舅舅来往的 所有邮件都发给我了 银河飞鸟的邮件也在里面 这个你留个底吧 以后再出什么事的话 方便取证 那我先走了 明天律所见 好 沈娟的事你放心 我们证据确凿 胜算很大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今天他见了念星河以后 整个人状态不是很好 我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看他不想说 所以我也没问 你放心 他想告诉你的时候 自然就告诉你了 嗯 林玉京 嗯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股下跟我表白了 但是我拒绝他 他还没跟你说 他最近还好吗 我最近忙沈娟的事 没顾上关心他 你都把人家拒绝了 你干嘛关心他过得好不好 我也不想他因为我受伤害啊 毕竟他是你朋友 是吧 就只是因为他是我朋友吗 那你呢 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从理性角度来说 我们确实不合适 那从感性的角度呢 哥 我知道你是个很理性 很慎重的人 但是谈恋爱 毕竟不是打官司 不能用理性来衡量 我觉得你还是得自己想清楚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至此 多亏了副律师 这个事情才能圆满解决 不用客气 我本来也是看在林玉京的面子上 才帮忙了 这份协议你说好 我还有事 就 先走了 行 那我下次请你吃饭 一切顺利 大饿全首 学姐 立峰那边同意给道歉寒了 等道歉寒到了 能不能让学校把公众号恢复啊 好 我去协调一下 嗯 你约我来不是想让我看看 你翻译的资料吗 哦 我翻译好了 你看看 你翻译得很好啊 第一次翻译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把中庸之道结合到营销理论里 这种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是胡忠泉教授提出来的 他可是我们营销领域的大师啊 听着还挺有意思啊 我回去再好好查查 难得你这么有钻研的精神 哦 对了 周三 正好有个学生沙龙 是我们系主任韩教授组织起来的 主要是做一些营销案例的分析 你要不要来听听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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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СПОКОЙНАЯ МУЗЫКА 这是我跟冯丽聊的协议书 她会发表声明 公开道歉 还会撤销 殷氏设计的申请专利 用银河飞鸟赚的钱 全部捐给殷氏原创基因会 你没必要和我说这些 我应该让你知道 这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已经决定关掉掩饰店 离开这里 你先看看这个 这里面是舅舅想跟你说 但是没能起过跟你说的话 周航 我想问一下 工作世家合伙人 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和流程 流程我早上打听一下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我已经考虑很长时间了 打算等我徒弟年轮十八岁的时候 把他的名字嫁到合伙人里 我就收了这么一个徒弟 他从小到大都过得很苦 我希望能给他一些归属感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寄生云 我看你这师父当胆 不比父母差多少 这孩子真心地喜欢做饮食 也有天分 等他长大了 如果愿意的话 我就把饮食店交给他 你一直觉得 舅舅更平安我一些 想要把饮食店留给我 但是到最后 舅舅想要把饮食店托付的人 是你 是因为你自己的自卑 还有固执 误会了他 他对你的爱活 从来都不比我少 如果真是这样 为什么师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舅舅希望我们去做 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喜欢舍机 舅舅就支持我 舅舅也希望你能够找到 你喜欢做的事情 即使你喜欢做饮食 他也不希望用 继承饮食店的方式 来束缚你 我也尊重他的意愿 我办他的设计手稿 民事店我都交给你 剩下的你自己选择 把饮食店让给我 你甘心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争什么 我现在这样做 也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你 我只是想完成舅舅的心愿 你不要再让他失望 我自己选择 我来找他 我放他 我找他 他还会保证 我我找他 我找他 我玩 我看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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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能接受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离开的事实 我把你自己困在一间屋子 像是一场对自我的囚禁 是一个人 把我从里面拉出来 把我从噩梦中叫起 我也该真的走出来了 关掉那间充满回忆的屋子 爱情在掌心发芽 心事在眼眸流淌 我们未完的故事 写到哪了呢 多想拥抱你啊 想和你一起追梦 我们哭过 笑过的 青春 是心窝的彩虹 多想温暖你啊 想陪你一看世界最美的风景 我们说好的 我们说好的 不散不忘 不分离 我想听我演唱歌 长大 信尽悠悠的风鲤 是我偷偷为你 许下的一个愿望 我要为你种下 那身边月红色的红叶里 雨后的天空 留下我们绚烂的梦 时光是一朵梦花 原来你已把它收藏 我们洗净千花 一起去看远方